空中突然掉下一本黑色笔记本 奇怪的是连雨水都不敢靠近他 小伙放学回家时看见这一名 他就把笔记本带回了家 没想到翻开笔记本的第一页 上面写着写谁的名字谁就死 小伙只是笑了笑 他以为是谁的恶作剧 电视新闻里正播报着杀人犯的名字 于是小伙就把他的名字写了上去 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等小伙第二天起床 他发现杀人犯真的死了 小伙连忙找到笔记本 原来笔记本上有详细介绍 只要知道对方的姓名和相貌 把名字写上笔记本 对方就会死去 于是小伙带着笔记本连夜出门 找到了一名重罪犯 当面在笔记本上写了他的名字 五秒钟过后 男人立即心脏麻痹而死 小伙这才明白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来到了捡到笔记本的地方 只见一个长着翅膀的人 飞到小伙面前 小伙顿时被吓得压麻呆着 黑色人影自称是死神 只有拥有笔记本的人才能看见他 于是小伙利用笔记本成恶扬善 短短半个月时间就写死了几千名罪犯 这件事立即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小伙也被佛伯乐的人盯上了 小伙每天出门都会放一根笔心在门口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家里的安全 可这天小伙发现笔心掉在了地上 他立即明白有人进入自己房间了 原来小伙捡到一本黑色笔记本 只要写上谁的名字谁就会死 而小伙的正义感爆炮 仅仅几天的功夫就写死了几千人 一连串的命案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他们故意让一个死刑犯当主持人 基本上写上主持人的名字 主持人当场就心脏麻痹而死 可这一切都是神探的计谋 他利用小伙杀人的规律 确定了他是一个学生 立即上门在他家里安装了监控 小伙也意识到有人在监视他 就连死神跟他说话也没理 而小伙为了摆脱嫌疑 故意在监控面前拆开一包薯片 然后在薯片里写下了想要杀的人的名字 就在警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伙时 电视新闻报道了罪犯意外死亡的消息 可小伙一直在监控里没有异样 这让他摆脱了嫌疑 而神探也不得不撤走了对小伙的监控 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给神探打来电话 他想要和神探合作 因为自己的丈夫因为小伙而死 他有计划让小伙献出原形 随后女人打电话给小伙 说小伙的女友在他手里 如果不想他死的话就来博物馆 等小伙赶到博物馆 只见女人用手枪对准了女友 小伙捡到一本黑色笔记本 一个长着翅膀的死神就跟在他身边 只要在笔记本上写上谁的名字 五秒后那个人就会心脏麻痹而死 为了抓住小伙 女人将小伙骗到了博物馆里 这里布满了摄像头 女人用手枪指着女友 让她承认自己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而且女人告诉了小伙自己的名字 让小伙用神秘方法弄死自己 为了女友的安全 小伙从怀里掏出一只圆珠笔 正准备把名字写上笔记本时 女友突然挣脱往小伙跑去 女人见状抬手就是一枪 没想到一枪就打中了女友 而女友受伤过重死在小伙怀里 女人见自己失手打死了女孩 内心愧疚之下自己结束了生命 然而这一切都在小伙的计划之中 原来她早已经知道了女人的名字 提前在笔记本写下女人为了丈夫报仇 劫持了小伙的女友 就连女友也被小伙写在了笔记本 女友在特定时间向小伙跑过来 而女人失手打中女友后 羞愧得自我了断 唯一的变数是女友意外死了 很快警方就赶到了这里 警长安慰小伙不要伤心 而小伙向警长表明心意 自己想要加入警局抓住凶手 就在这时神探也出现了 他答应了小伙的请求 因为神探一直还在怀疑小伙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拥有一本笔记本 你会写上谁的名字呢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